主要用到的 第一個就是用conif 那conif其實除了說這個地方用之外 其他地方也可以 只要是兩個範圍之間的資料比對 都可以用conif 那如果你那個比對的條件超過一個以上的話 你可以用conif S OK 那conif的話其實 跟那個樞紐分析表裡面 其實用的那個概念蠻像 conif其實 如果算比數的話 其實背後也有點類似用conif 類似像這樣的函數 在幫你查資料 所以做報表的時候其實用conif 也可以找到你要的資料 所以以後要找資料 出現的次數 比數的話都可以用conif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篩選 篩選的話其實也蠻重要的 篩選當然我們這個地方 篩選比較簡單 是用這個 當然如果你要篩選其他的 比如說 裡面是放數字 它會出現那個 數字的大小 可能是大於等於小於 可以啦 或者前幾項 如果你只是簡單的話 你就把它一一留下來 類似像這樣 這是篩選 如果你要把它關閉的話就按下它一下 就OK的 那另外的話順便補充 就是說 剛剛各位有看到 conif 裡面的話是提供一個什麼 提供一個 Frange 範圍 那以後的話我是建議啦 因為我們剛剛選那個範圍的時候 有沒有 我們是 用點選之後 然後呢 再去 把游標放在A2 Ctrl 去個向下 但是喔 你常會發現 還蠻麻煩的 為什麼你還要再鎖定 某個範圍 然後給 一串東西 所以 以後如果說遇到 類似像這樣 就是 跨 另外工作表的 某個範圍的話 那我建議 你可以把 你要的那個範圍 先定義一個名稱 比如說叫黑名單 那以後的話 這邊就給黑名單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喔 接下來我順便講一下所謂的定義名稱 最後定義名稱的結果 你如果要確定有沒有的話 其實可以從公式 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可以看到 那我這個是已經做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個吧 那如果有的話呢 以後你的公式 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有沒有 Countif 黑名單 就不用 一串的什麼工作表名稱 驚嘆號的某個範圍 以後的話就是用那個名稱 就可以指定到那個範圍 尤其是跨工作表的時候 尤其 適用 OK 那要怎麼做 怎麼定義名稱 首先的話我先把那個 原來這個名稱先把它刪掉 把它恢復成原來狀態 那定義的方式 第一個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底下的這個範圍 變成這個名稱的話 一般習慣 我會先把這個名稱 先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 以下 然後第二步的話就是把那個範圍建立 那個範圍選起來 那選的方法就是 是嗎 一樣嘛 優標先放在A2 然後選到底的話就 Ctrl Shift向下 選到底 其實這還蠻重要的 Ctrl Shift向下 當然你可以選整藍 不過整藍這邊有一個問題 他如果選整藍的話 會選到黑名單 黑名單三個字 上面不是有一個 這個名稱 你選整藍變成你多選了一個 黑名單三個字 OK 所以其實如果精確一點 其實好像這樣選也不影響 因為 將來比對 資料裡面不可能有黑名單 所以這樣方法其實 雖然說多那個 但是不影響 其實也是可以 可以自己再斟酌一下 要不然就是說你選的時候 是可以Ctrl Shift向下 再向下 再向下一次的話 就是到最底下 可是這樣會選到很多空吧 不過這個好處就是說 可以預留一些伏筆 將來的話 如果你黑名單會增加的話 那你就可以 不用再去 改名稱了 有沒有 不然的話如果假設我剛剛這樣的方式的話 他選 感覺就會向下 他就會固定 名稱就先固定到這裡 OK 所以如果以後增加怎麼辦 那你要再改 所以這個可能自己再商榷一下 那第一名稱怎麼做 1選範圍 2把那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上方會有個叫名稱方塊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把 範圍選好之後 找到他的 左上角有一個名稱方塊 把名稱輸入之後按Enter 這樣的話 以後那個範圍就叫那個名稱了 那他不會管說在哪個工作表 他只會管說那個名稱叫什麼 所以 對喔 我們就先把範圍選起來 然後把名稱貼上去 因為我剛剛有複製 貼的Enter 好 那跟各位講 以後這個範圍 就已經被定義好 就是這個名稱了 OK所以 定義名稱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尤其是 你的那個 你要引用的資料很多的時候 而且是跨很多不同工作表的時候 那就非常有必要 用定義名稱 好處當然很多 第一個你就不用一直在跨工作表找資料 第二個的話以後呢 名稱你看得懂 馬上那公式也剪短 所以其實這個定義名稱真的蠻值得 把它記一下 而且熟練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剛剛的公式又可以改 公式的話就不需要 像剛剛我們Range是 點這邊然後再選發 不用啦 你就把游標 放在Range裡面 那記得 引用那個名稱除了自己打黑名單 三個字之外 還有很快的方法 記得有個快速鍵叫F3 這個F3的話呢 他會自動把你的 定義好的那些名稱 清單通通叫做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假設有很多名稱 你以後用選的就好 F3 OK 然後黑名單這邊有了 按確定 他就過來了 好 另外好處就是說 他除了不需要管哪個工作表 的哪個範圍 他 第二個 好處就是說 之前我們還要再加什麼 加那個錢的符號 有沒有 還要管說 鎖哪一列 哪一列到哪一列 不用啦 你黑名單 他就固定那個範圍 所以錢的符號也不需要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箱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用篩選 篩選 游標放在 B1 然後資料的篩選 然後留下1的部分 所以把全選打勾取消 留下1按確定 然後再把底下的範圍 複製貼過去 這樣子就完成 不過 如果呢 我每一次 假設呢 資料又更新了 可能老闆又給你新的資料 那你又要再重來一次 其實還蠻浪費時間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將來可以做 至少兩個按鈕好了 一個按鈕是 清掉這邊 一個是直接就把剛剛的動作全部再做過一次 你會發現資料就過來了 ㄟ 清楚嘛 黑名單篩選 也又過來了 有沒有 如果前面資料假設更新的 他其實呢 也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資料重新又再篩 倒過來 那這個動作的話特別注意 前面講過啦 如果你要把 這兩個按鈕做出來的話 其實蠻簡單的 其實清楚比較簡單 清楚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 把這邊資料用刪除 其實用Range 用Column 其實都可以 那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錄製聚集 所以特別注意 待會的話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要產生這兩個按鈕 那當然做法不外乎就是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那你就用錄製的 那錄製的 流程不外乎就怎麼樣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第一個啦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將來你的按鈕在這裡 所以你要從這邊出發 那如果你要從這邊出發的話 記得喔 你第一步一定要先點選這個工作標 也就是你要先點擊的動作 一定要做喔 如果你沒點 你比如說你可能 直接就給他切過來的話 那糟糕 你少一行 因為你沒有切的這個動作 那如果你可能在這個工作 他沒切過去 那底下 做的篩選 就會失效 所以喔 你錄製的話 還要什麼 一 游標先切到查詢名單 OK 然後二的話做什麼 二的話就是 把那個公式 有沒有 直接先放在 這個篩選現在取消 所以 我們就來錄製一下 其實我這個錄製過程 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第幾頁 步驟這邊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一二三四個步驟啦 然後詳細的步驟 這個是我已經加上註解 1到7 然後呢 這個在第二頁的地方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如果我今天喔 假設要完成 兩個按鈕 那當然第一步 我們就錄製 錄製怎麼錄喔 第一個記得 郵標 從這邊開始 所以我先 篩選我先把它取 這個篩選先取消 讓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然後記得郵標就不要先點到這裡 因為點到這裡的話 將來 你再點它不會產生那一行層次 一定要在這個儲存的以外 那我們就先 準備好 那最好彩排一下 彩排的話就是 1 郵標點這邊 2 郵標再放在這邊 3 再把公式打勾 4 的話點兩下 然後呢 再做什麼 再把郵標放在 B1 做 這個 篩選 所以篩選的話 剛剛 提到是在資料裡面的篩選 然後呢 就把 要的部分留下來 就是 1 留下來 然後呢 把這底下的選起來 所以 郵標再放A2 Ctrl-Shift向下 然後Ctrl-C 然後直接 再切回來 移到 A1上面 Ctrl-V 然後那就完成了 錄製聚集大概這個步驟 不過你會發現 這很容易做錯 所以待會如果你真的要 開始動 錄製的話 恐怕要特別注意 每個動作最好先彩排 確認 沒有問題了 再開始 那開始我再做一次 給你們看 所以先確認一下 這個郵標 如果你要開始錄的話 先把篩選先取消掉 然後郵標不要放B2 直接放B2旁邊 任何其他的都沒關係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1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那我要錄一個叫黑名單篩選的一個聚集 所以我名稱可以把它打上去 我叫黑名單篩選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 等於就是 不能NG了 NG就重來了 按確定 我把它蓋掉 1 優標點選 查詢名單 它會幫我錄一行程式叫 shts查詢名單.slate OK 第二個的話優標放在 B2 然後上面打個勾 就是 這個是 shts 不是 這個應該是 Range B2.slate 然後把公式輸入 Formula 把它輸入進去 然後快速點兩下 填到底 OK 那就是 Conif完成了 第二步的話篩選 篩選就是把優標放 B1 然後資料的篩選 然後把它打勾 1 按確定 然後再來把資料複製到查詢結果 所以優標放在 A2 Ctrl-Shift向下 然後Ctrl-C 切到查詢結果 點選 A1 OK 把它Ctrl-V貼上 這樣就錄完了 OK 錄完之後的話記得 開發人員把它停止錄製 好第一步OK了 那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就是什麼 錄製聚集一樣清除 我把這個清除 OK了之後按確定 因為我剛剛有一個蓋過去 E優標放在A1 然後Ctrl-Shift向下 我是建議Ctrl-Shift向下 當然你也可以向下拉啦 不過那個拉我不太建 因為它會固定範圍 Ctrl-Shift向下不會 然後按Delete 這樣就OK了 所以 1 2 3 講三個步驟 然後最後一樣停止錄製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 試試看 一樣做兩個按鈕啦 或者你用線程 你剛剛本來有兩個按鈕 把這個名稱改掉 我是按右鍵指定去期 指定它 黑名單篩選 我剛剛錄的第一個 然後名稱改一下 第二個按右鍵 重新指定 清除 按確定 那我們再來就可以試試看了 黑名單篩選 按下就看到 你會發現 出來了 沒問題 清除 也沒問題 OK 好那請各位 先試試看 因為這個步驟 其實 你說多嗎 它也 沒有太 就是七個步驟 所以這邊的話 所以如果你假設那個步驟 有點記不太起來的話 或許你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2頁 照這個步驟 1234567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